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台东消息了 关山米乖乖推出之后呢 是受到民众的喜爱 随即呢就造成了一股风潮 那么现在就连猴子也都想尝尝它的味道 就在台东有一家饭店 就发现了明晨的裂架呢 是出现了异状 那么掉月监视器后发现 竟然看到有一只野生猕猴 竟然闯空门吃起来 那么过程当中呢 他还不忘的左顾右盼 那么画面一出来呢 让业者傻眼了 画面中这只野生猕猴 捏手捏脚的溜进了 未在台东资本的一家饭店内 左顾右盼就生怕被人发现 随手顺走了一包乖乖 跑到饭店外 利落打开包装 开始吃起来的模样 感觉相当熟练 肯定不是厨饭 而他拿的这包关山米乖乖 在台东推出以来 便受到了游客与乡亲们的喜爱 没想到现在连猴子 也都这么喜欢他的滋味 当天猴子从大门口进来之后 就是绕过这个柱子 然后跑到这个架上拿了乖乖 拿了一包乖乖之后就跑出去 监视器画面看到有猴子 有两只猴子跑进来 然后他就是行机诡异 然后跑到我们展示架那边 去拿了一包乖乖之后 就马上跑到门口去吃了 之前的话因为他们 都会下来把我们那个盆栽上的禁忌去吃了 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就跑进来拿东西吃这样 其他损失的话是没有的 他如果说进来的话 我们还是会稍微驱赶一下 他不会做枪制的驱离 野生猴猴就这样偷偷摸摸地拿走的乖乖 要不是饭店员工觉得可疑 调阅了监视器 很难猜到凶手就是他 饭店业者认为是猴子饿了没东西吃 才会跑到这里来偷零食及摘水果 看到了顶多稍作驱赶而已 而猴子在镜头前留下了模样 让业者看傻了眼 肯定对他的范形留下深刻印象 记载前轮台东市报道